不能乱闯 阿彪 韩先生 我是作案组刘杰辉 今天特意来了解一下 你女儿被绑架的案件 哦 你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刘杰辉 永山被绑架了 你们不去抓绑匪 反而跑到我的公司来拷问我 你们警察就这么办事的 今天下午星辰广场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你手下的阿彪 将一笔巨额美金扔在垃圾桶旁 然后被匪徒劫走 是 前几天匪徒打电话找过我 让我准备一千万美金 而且 让我不要通知你们警方 不过 我让阿彪 只付了他们一半的赎金 韩先生 希望你配合我们警方 如果下次王匪再联系你的话 麻烦通知我们一声 好的 警司 收队 yes sir 慢走 对了 张神那边怎么样 刚刚医院打电话来说 张神只是被绑匪的蛋头擦破了皮 并没有什么大碍 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没什么事就好 这次我参与办案 黄金斯知不知道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吧 对了刘神 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问吧 只要不是关于我个人就行 就是 你有什么事就说呀 干嘛吞吞吐吐的 嗯 没什么 以后再说吧 今天晚上回警局吗 不回了 我下班了 还有韩国证的案件 你好好跟一下 嗯 知道了 没什么事就好 明白了 对 mens 兄弟一路走好 我现在就去给二哥抱头 阿仁我跟你一起去 你们两个干什么 唱戏啊 眼里还没有我这个大哥 阿德的仇 我一定会放 但你们两个不要破坏我的计划 大哥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小妹说的对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老戏就要马上开始了 等着瞧吧 我干点麦坦 刘瑟 刘瑟 你怎么了 是静思啊 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欣赏你的 人长得那么帅 又是警队的精英 又有什么用 你是在笑话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实话告诉你吧 我喜欢你 喝多了 喝多了 你喝多了 没喝多 虽然你有女朋友 但是 我还是很喜欢你 走 你喝多了 没喝多 走吧 我没喝多 叫你少喝点 走 送你回去 老板 这是项目合同 你看一下 喂 哪位 海先生 我的另一半钱准备得怎么样 哦 另一半赎金已经准备好了 我女儿呢 好 你女儿现在很安全 等我收到钱之后 自然会告诉你她在哪里 好 交易地点 等我通知 明天中午 把钱放在太平洋酒店门口的一辆银色车里 还有 千万别耍什么花招 好 不会不会 只要能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一切都按你说的办 好 知道就好 老板 要不要通知警方 还是再等等吧 好的 刘四 据收到现任可靠消息 今天中午韩国阵 会跟匪徒再次进行交易 这次一定要将这帮匪徒 神志依法 不过 我们还没有得到正确的交易地点 这样 你去查一查韩国阵 最近所有通话记录 yes sir 所有人 随时做好准备 事长官 喂 韩先生 够准时的 钱我收到了 好 既然你已经收到了钱 可以放过我女儿了吧 你放心 我是一名非常捡信用的绑匪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女儿想要她男朋友去接她 好 既然你捡信用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女儿的位置 记清楚了 大雨山 北面的废弃屋 再见 老板 接下来怎么办 去开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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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